马龙单打的第一场比赛第三轮 双方的第一局 这时候无人可战胜他 这时候才到李约和中国代表团会合 马龙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问题 是找不出毛病来 马龙的首场比赛 男主单打第三轮 通的运动员 还是不一样 所以他的拉球保险系数是最大的 从第一局就迅速的投入比赛 马龙是本次本季奥运会的一号 一切不得 第三局 局面不利的时候 我做一个缓一缓的一个 啊 啊 这就是到功夫了 第3 漂亮 来看双方第4局 0 很极致的 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他的预判 我们看全台的这个正手的跑 还是差一些 火候把握拿捏的 这场比赛确实对张继克来讲 所以这次冤家路展 第一场就碰沉甸安 满楼继续 你肯定不能保证面中率 人的用力不够 磋长 漂亮 一个磋长之后的反拉直线 完美的 把比赛 定格在这一分上 这样马龙 就完成了他礼物奥运会单打的首秀 万事开头难 今天这个比赛 我想应该 为马龙奠定了一个